每一个手工制作出来的东西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我是乔雪乔师傅 一个新时代的小皮匠 也是我们乔家手工团的飞翼传承人 手工艺这东西 你不能过于传统和守旧 而我恰恰做的就是 把我们看似很传统的东西 用很现代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一个运营模式 去把它更好的发展 就是我们传达的是一种 中国人本身的文化的一个精神器 而不仅仅是把这一个文样 这个图样放到这个包上 上面一共是九只鸟加凤凰在那一共是九只鸟 来体现出了一个白鸟嘲讽 用酒代表哪个 这个是我们的手工扶贫车间 整个这个是两层楼 下面还有一个车间 主要是那边是彩皮的 这边就是来领活的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领活之后回家做的 不用在我们这边待着 所以我们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扶贫这个词我特别不喜欢 而且我也我觉得我不是在扶贫 那不用说我是在扶贫 因为我没有说是真的是 我却一味地帮助他们 因为我在投入的同时 我觉得他们也在帮助我 这个是他阿姨 是我们的车间主任 这个两个阿姨都是我们 17年年底的时候 第一批的学员 他们缝出来的东西 你跟这个爱马仕的去比一比 不差的 都是一样的缝法 非常非常棒 我今天是怕做不好 做不好 给小学的东西要浪费了 做不出一个东西 后头我就 既然答应了 我就坚持 我就坚持 对小学就跟我的儿女一起 那这些阿姨 奶奶 他们给我的很多的力量 女人都想要承载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责任太多了吧 那我基本上这几年 是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因为两个孩子 接着在一起 补煮期 每天晚上 喂奶 什么的 明天下午晚 然后又干会儿活 导致现在 两点了才能吃上饭 我一直在想 如果要没有结婚的话 我会不会 像我这样的工作狂 我会不会24小时工作 但是 就是 你在做你自己的同时 你也要做好一个妈妈 当我把两个孩子 搂在怀里的时候 我很庆幸 是一个女人 很庆幸能成一个妈妈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 将近是一种 不忘初心的传承 更多的是 对于一件事的一个执着 对于 你自己认定事情的一个坚持 早上的7点半到11点半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直播间 跟乔师傅联系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我的super power 应该是 执行力吧 我一般做一件事情 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到60%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做